灵妖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烈时暮年,壮心不已 一个人越折腾,越有好命 是不是你常常看到这样的心灵鸡汤? 人生就像一潭水,如果总是一动不动,那么就会变成死水 唯有动起来,才能是源头活水 其实,一个人是否需要折腾,折腾哪些东西,需要认真思考,不能一概而论 有道是,生如下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净美 人过五十,下半场就开始了,和人生的终点慢慢靠近 如果你不懂得认清年龄,没有学会回归安静 那么你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糟糕 余生不长,好的生活,是闹钟取静,已不变应万变 02.瞎折腾,就是一场灾难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如果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进步 可惜,很多人在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还以为那些阻止他的人 是没安好心 人在年轻的时候,弄错方向了,可以及时调整,然后再一次出发,还来得及 对于五十多岁的人来说,想要纠正方向,无疑是一件难事 不管你曾经立下多大的功劳,得到了多少钱财 如果不让自己安静下来,每一次折腾,都会让自己弄丢一些东西 清朝末年,袁世凯多次参加考试,未能如愿,后来投奔怀军统领吴长庆 他说,大丈夫当孝命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九困笔言间 投笔从容,让袁世凯在战场上大放光彩 他让朝鲜和清朝重修旧好,并且维护了一方平安 他又转头北洋大臣李鸿章,事业一步一步走向顶峰 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成为了临时大总统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 为了一己私利,袁世凯要成为皇帝,却因此毁掉了一生的功名 如果要毁掉一个人,就让他拼命折腾,并且错了也不要回头 但凡看过游泳的人就知道,会游泳的人,总是慢慢来 姿势很优雅,不会游水的人,胡乱拍打水花,并且惊慌失措 动作非常快,要不了多久,他就会下沉 连高高在上的君王,都不能随便折腾,又何况是普通的人呢 03,人过五十,不折腾,才能好命 于秋雨在文章中写道,人生几何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比较正经的年代 赶快省下精神,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哪里还有时间,陪着陌生人胡乱折腾 想一想,窗外的风,天边的云,来了又去了,使劲抓住,你就输了 这一生,看似漫长,不过是几十年而已 五十岁之后,该拥有的,都已经有了 不能拥有的,也是注定不能拥有了 好的生活,就是慢慢过日子,把现有的一切,好好地用起来,滋养自己的福气 不折腾金钱,过勤俭节约的生活 握紧自己的钱,别乱投资,别倾信那些发大财的机遇 这一生,钱多钱少,够用就好 即便你还在为生计奔波,也要稳打稳扎 一边赚钱一边存钱,而不是贪求富贵 每天省一省,手里的钱就不会迅速流失 并且,等你六十岁了,有退休金,生活会变得更好 不折腾感情,珍惜生命里的缘分 不管你曾经爱过谁,身边的人是否背叛过你 都要积极去面对,调整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 能够陪在身边的人,才是最好的人 亲戚朋友的感情,要懂得尊重,而不是强行去挽留 弄丢的情,就算了 以后没有必要交往的人,就各自安好 还能常常照个面,礼尚往来的人,那就一直交往 一切随缘,你的情感世界,简单而美好 不折腾儿女,让他们越活越自由 五十岁的人,看着成年的儿女,心里一定很着急 他们在社会上混,不那么容易,也没有斩头鹿脚 其实,你只是儿女的导师,并不能越阻带袍 你如果把儿女当成孩子,拼命去管教 反而适得其反,会让他们失去方向 不折腾身体,越活越健康 总有一些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很害怕自己靠近死亡 拼命去买保健品,常常去听一些讲座,还拼命跑起来 保养身体,这是一门技术,而不能只靠折腾 你过分保养身体,或者运动过度,反而会伤害到自己,不可取 不折腾精神,学会放松自己 美国著名医生马克斯威尔·马尔兹说过,成功的法则应该是放松而不是紧张 放弃你的责任感,放松你的紧张感,把你的命运交付于更高的力量 真正对命运的结果处之泰然 人生的下半场,最怕的不是病痛,也不是穷困 而是精神垮了,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真正折磨自己的,即使是知心妄想,或者是精神恍惚 人啊,唯一要想的,就是,凡事都往好处想 上半场已经折腾够了,下半场就应该享受成果了 即便要折腾什么,也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零四 史记中有这样几句话 富龙之围虫也,可扰侠而其也 燃其侯下有逆临净齿,人有鹰枝,则必杀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人中龙凤 可是很多人却不懂得如何去驾驭自己的愿望 龙是虫子,只要你顺着来,就可驯养它 如果你要逆着来,那么就触动了龙的逆临 反而会被它伤害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折腾,可以让一个人走向顶峰 也可以让一个人毁掉一切 真正幸福的人都活得很安静 把生活过成了诗情画意 关注我的文字,走进你的心灵